這個是個很好的問題 來 我們處理一下這個問題就可以了 這個麻煩你畫出一個直角三角形出來 可以嗎 這個直角三角形 我記得它的數據很特別 這一段長度是3 這一個是4 這一個是5 然後做一件事情 我記得它那個考題 當然是這樣設計 它說在這個直角三角形的內部 我們做一個正方形 我們照出一個正方形 我叫紅色粉底畫的 這是一個正方形 這個正方形的面積叫做S1 這個正方形的面積叫S1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這個直角三角形 我們繼續做 再做出第二個正方形 再做一個正方形 再做一個正方形 這個黃色的正方形 它的面積叫S2 可以嗎 當然我們這個做正方形的動作 可以一直不斷的延續下去 有沒有 我們可以一直不斷的做 往這個方向做出無限多個正方形 那當年那個考題呢 他問的問題很簡單 他問什麼 你猜 他問說 請你把這無限多個正方形的面積 統統怎麼樣加起來 請問它的總和是多少 S2 來請問它的總和 OK 來這個小題目 請你寫上去 就這樣 來 你要不要做做看 我們昨天前談過 無限多個幾何圖形相加 不管是面積還是周長 通常都會形成無窮等比級數 那形成無窮等比級數 他今天敢問你這個問題 顯然他是收斂的 那我想你要回答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掌握幾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公平跟首相對不對 好所以同學 我現在應該希望你先做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應該先算出這個S1 你先把首相算出來 然後再算公平 然後求出這一點答案 來 我們讓同學先來嘗試一下 這樣好嗎 我們假設這個正方形 每一邊長度叫做XX好不好 這個長度叫做XX 所以你只要把X算出來就好 來 你知道X怎麼算 這是國中問題 這個我來問誰 他問昨天好 好久沒有請教昨天 XX怎麼算 題目就是說 這裡有個直角三角形 三邊長345 我們在這直角三角形裡面 一直不斷的做很多個小正方形 這些正方形的面積 S1 S2 Sn 把它全部加起來 從第一個加到無限多個 這個總和是多少 它會形成一個無窮等比 無窮等比級數 你一定要找出它的首相跟它的公比 首相就是這個紅色的正方形的面積 要求密基 你只要知道邊長密基就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問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長度如果定它叫X 這個X怎麼算 怎麼辦 這是小朋友的問題 同學你看 這個是X 那這一段是誰 3-X 所以同學你只要用什麼觀念就可以做 同學相似三角形嗎 你看這一段比這一段 是不是檔於這一段比這一段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3-X比上這段X 是不是會檔於3比上4 所以照理講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寫 3-X比上X 用相似三角形吧 對應變成比例會檔於3分之3 所以交叉相成之後 12減掉4倍檔X 會檔於3倍檔X 所以我們的XX會檔於7分之12 所以邊長是知道的 這個大正方形的一邊長度 這顯然是可以確實去掌握它 這個沒有問題 那有這個東西之後 我想你的首項S1就有了 你的S1就是誰 49分之144 好 手項簡單 手項很容易掌 OK嗎 所以手項有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掌握我們的公比 同學公比比較好 我覺得同學公比比較不容易掌 面積比會等於邊長的平方比 所以我們不仿定這個S2這個小正方形的 它的每邊長度 我們不仿定它叫做這 這個是X 我們不仿定它每邊長度叫做Y 可以嗎 每邊長度叫做Y 所以我現在的目標應該是要focus在 我想要去求公比嘛 面積比等於邊長的平方比 所以我要找誰 Y除以X的平方 對不對 我想要知道這個方形 好 來教學這個要怎麼做呢 我要問誰 我來問那個 我來問幫手好了 來那個 紅少 來 母豬騎士 來 來靠一下 怎麼算 怎麼算 用比的 用比的它怎麼比 AK10-Y AK10-Y你是說哪一個 這一個嗎 OKOK 那個我們的騎士是說這樣 這個 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所以這個是X-Y 這個是Y 所以它意思是這樣 來 S-Y 除以Y 鯊魚齊 怎麼說鯊魚齊 Y等於四分之三 等一下 照常的意思是這樣 對不對 是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這一段比這一段 會等於這一段比這一段 所以如果它這樣講的話 所以如果這樣講的話 X除以Y應該會等於 這個是-1 移過來 四分之三加一 變成四分之七 對不對 所以Y除以X應該等於多少 七分之四 這樣子做OK啦 這樣做應該可以 所以Y除以X是七分之四 所以我們的公比R應該會變成四十九分之多少 四十九分之十六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公比跟首相都有 其實這個題目應該有比較簡單的觀點 來你看喔 我個人其實我會習慣這樣做 來你看這邊 同學 這一段是不是Y 這一段是不是X 我問你來 你看我手指頭 同學 這一段比這一段 是不是會等於這一段比這一段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嗎 我在講一次來 因為它相似嘛 有點像你把一張紙 拿到語音機去放大跟縮小 它會成比例 所以你看喔 這一段比這一段 是不是會等於這一段比這一段 所以Y這一段是X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會這樣想 來Y比X 其實它會等於X在比上多少 X在比上多少 3啊 所以X我們剛才就是算出來的 叫做七分之十二 七分之十二除以3 所以變成七分之多少 七分之十四 對不對 你看 是不是這個節目 對嗎 這個很合理 好 那我想這個題目 首相都有了 公比也有了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這一題答案 來我們的S 就是1-公比分之首相 1-49分之16 來首相是49分之144 來你算一下這個答案是多少 有班有同學幫我算 我看一下他們算的答案是 他們算出來的答案是 我看一下 11分之48是嗎 11分之48 他們有做的嗎 來小問題 跟你說這種題目清變萬化 以前還有考過什麼你知道嗎 考過這一種的 這個你感興趣也可以做 我記得還要考過這一種 這裡兩條線 然後這裡有一個圓 這有個圓 比如說這個圓的面積叫S1 S1隨便給 假設叫100 你聽懂嗎 假設它面積是100 然後從這裡再繼續做 再做一個圓 這個面積叫S2 從這裡再做S3、S4 一直做對不對 可以做無限多個圓 請問這無限多個圓的面積總和是多少 你有沒有覺得這種題目就是這樣 考正方形的面積總和 考圓的面積總和 是不是都可以做 可是圓會稍微在難一點喔 你要仔細聽喔 圓會稍微在難一點 你感興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這邊這個圓 這個首項這個面積假設是100 然後你做無限多個圓 跟這兩條線同時相切的話 這些圓的面積總和是多少 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問題可以怎麼處理 好 那我們這個處理 這邊可以談到這邊喔 你去哪裡啊 我去跟校長聊天 我跟校長聊天 聊了什麼 上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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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20頁 上到20頁 我這節課要講另外一個東西 這節課的另外一個主題喔 來 你放到那個20頁來 來 你寫一個柱 寫一個柱 來 寫柱 柱在這邊 我這裡要跟同學談一個 以前就談過的問題 來 請看這邊喔 同學我們以前學過循環小數對不對 來 0.9 9循環 0.9 9循環 請問同學喔 他到底會等於1呢 或者來 0.9 9循環 他會比1小 當然根據三一律 同學都知道 你不是比1大就是比1小 要不然就跟1之相等 比1大應該不會有人覺得0.9 9循環比1大 應該不會有人這樣認為 所以現在同學 我們把高1的這個問題 從高3的角度重新再看一次 請問你覺得0.9 9循環 到底他是等於1呢 同學等於1就代表完全沒誤差喔 他們兩個是完全相等的對不對 好 或者他其實比1小一點點 一點點 看來很小一點 小一點 你覺得到底他是1還是比1小嗎 來 我問號而已 你覺得 你覺得等於1 來 同學沒有錯 0.9 9循環他就是1 來 他是對的 來 這個是錯的 我們怎麼從高3的觀點去思考這個問題 要處理這個問題 從高3的觀點來看是這樣 我會寫一個1 這個0.9 9循環 我們是不是其實可以把它寫成 0.9再加0.09再加0.009再加0.009再加0.001一直不斷點下去 接著同學我把它寫出來 你心中馬上就清楚 同學這是一個什麼東西 這是個無窮級數 而且這個無窮級數顯然它是一個無窮什麼級數 等比級數喔 這是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而且很快看出來請問它的公底R是多少 0.1喔 這是個無窮等比級數 是嗎 你接受我的看法嗎 對吧 這個循環小數0.9 9循環 它本身是個無窮等比級數 那公底R是0.1它會收斂喔 那到底收斂到哪裡 我們不反而就直接帶入我們無窮等比級數的求和公式 就是1減公底分之什麼 首相 對不對 1減0.1分之0.9 結果一發現一除之後答案值就是1 沒有錯 所以0.99循環請注意喔 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 它這個等於1是指它的極限值是1 它會逼近1 它會跟1越來越靠近 以前有學生主張說 老師我覺得這個結果違反質詢 我覺得這個0.99循環應該比1小一點點 那我就問他說 你說小一點點 那一點點到底是多少嗎 你能說出那個誤差嗎 事實上那個誤差才根本說不出來 為什麼 如果那個誤差存在的話 我跟你說 只要這個小數0後面的9夠多 只要這個NV間無限大 我跟你講 你那個誤差遲早有一天都會被縮小 就是我一定可以讓他們之間的差距 小於你給定的那個誤差 聽懂那個意思嗎 所以事實上這個極限的概念 這個以前高1就學過 循環小數可以化成流離數有沒有 其實它是牽涉到極限的概念在裡面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我們高1沒有講無窮等比極數 我們高1的時候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都學你還記得 1年級不可以這樣教 1年級怎麼教 1年級我們這樣教 我們令它叫做S對不對 令它叫S S就是0.9 9循環就是後面很多9 我們先多個9對不對 那高1我們怎麼教 我們說把這個東西乘幾倍 乘10倍 所以它會變成10倍的S 那10倍的S它就會等於9.9 9 9 有沒有 後面無限多個9 接下來我們高1就會教小朋友說 那我們就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 把這兩個式子怎麼樣 做一個像是相檢的動作對不對 那相檢之後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用下面這個減掉上面這個 10個S減掉一個S 這邊會變幾個S 會變成9個S 那9個S呢 同學你看喔 後面這個9 你看大家都對應嘛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一個都消掉了 所以那時候就說你看多簡單啊 這個9減掉0是不是9 9倍的S等於9 所以S就等於多少 S就等於1 可是我跟你講喔 高1其實講這個東西喔 其實不夠完整 這個方法其實它有一些限制在裡面 什麼限制呢 來我舉個例子 我之前是不是講過這個例子 1-1加1-1加點點點 來我們說有個大數學家叫什麼名字 有啦 雖然他是大數學家 可是他對極限的掌握並不確定 所以他在這種問題上 他犯了一種很嚴重的錯誤 他怎麼做這個問題呢 他把這個往後移留一下 1-1加1-1...點點點 然後他就怎麼做 他就說我們現在就把這兩個怎麼樣 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 這個就是我之前講的嘛 你看-1加1是不是我們就對應消掉 對應消掉之後發現 兩倍的S會等於1 所以他主張喔 1-1加1-1 他主張這個答案是收斂的 答案是多少 2-1 好同學這樣子做當然不對 我們高中的數學不要講太難 我現在問同學一個關鍵就好 同學這個方法這樣做是對的 可是有啦這樣做是錯的 那到底在什麼情況下做他才會對的 就是什麼情況下才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處理數學問題 你聽懂我意思嗎 這種技巧他其實要用的話他有一個前提 他前提是什麼 兩個字啊 他前提是什麼 前提就是這個東西一定要怎麼樣 要收斂 你聽懂嗎 你要不要寫在旁邊 要收斂 他必須是收斂的你才能夠使用這個方法 像這個他本身不收斂喔 這個極速是不收斂的 他不收斂你用這個方法肯定會出狀況 一定會出包 注意喔 一定要收斂才可以使用這個方法 收斂才可以這樣做喔 要注意喔 你要用這個方法可以 你這個東西要收斂才可以 收斂才可以這樣做 詳細的證明可能等大學 如果你讀的是什麼電機啦 數學啦 這種東西就會用很抽象的東西去證明他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第20頁 第20頁他的那個隨堂練習 我們先帶著同學 我先示範一題給你看 我們把這個主題先結束 翻到第20頁的隨堂練習 來這個隨堂 我說一題給你看 好 這個隨堂我們給他一個讚就好 他說將下列各循環小數化成分數 來我做一題給你看 他說3.21 21循環對不對 好 你要怎麼把它化成分數呢 我們現在用高3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來同學 這個東西可以寫成什麼 寫成3 再加上 他的循環的部分其實會形成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所以這個21循環的部分 我們其實可以寫0.21 再加上0.0021 再加0.0.0 有沒有 那他後面的這個部分其實同學觀察力不錯 看得出來他會形成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那顯然而且看得出來他的公比R是多多 這公比R是多多 0.多多 0.01 後面會形成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所以他的結果會變成3 再加上1-公比 來1-公比是0.01 分之首項是多多 0.21 所以他會變成3再加上 這是0.99分之0.21 所以是99分之多少 99分之21 3加上99分之21 可以嗎 所以這題答案是多少呢 這題答案算出來 應該會等於 來 33分之16 我做一題給你看 那個第二題你自己回去做一題 同樣的題目不要一直講 有點浪費時間 那個隨堂練習箱裡有一段文字 同學拿出你的銀弓筆 把那段文字整個都畫起來 他說每一個循環小數的循環部分 都可以視為一個收斂的無窮等比級數 這句話畫起來 所以循環小數我們都可以畫成分數 也就是說循環小數全部都是游靈數 循環小數都是游靈數 OK 沒有問題 前半堂課先講到這邊 我用心跳動 Yu-�-�-ru